郭文贵 郭文贵 感谢郭总 也感谢悠悠我经过这个平台 能够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 能够一起来交流这些话题 在此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因为前一阵我参加过楼里堂 讲完了之后呢 就有人拦住我 说他们家楼里的信号怎么样 我怎么办 信号不好他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麦斯蒙卡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务 也就是我们国际公司成绩的业务 我再有一两张片子稍微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国际公司呢 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公司 2010年成立的 非常年轻的一公司 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 现在我们在全球36个国家 有我们住宿的员工 我们主要的业务呢 主要是有三例的业务 一个是运营商的业务 一个是企业市场 另外一个是个人市场 那么所谓的运营商的业务呢 就是大家如果出去漫游的话呢 你能发现 就是所有的运营商 我们跟全球 680个家的运营商有合作 运营商和运营之间呢 其实是有话音 有数据的一种合作的 这个也是我们来承接的 再有一个是企业市场 企业市场呢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落实 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 保障 中资出海 这是我们的一个寄美盘 再有一个呢 我们也会服务很多企业 金亚太 包括服务本地企业 那个包括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上第一期啊 像华为 华为 腾讯 阿里 百度 都是我们的客户 包括自己 都是我们的客户 包括海外的像亚马逊 苹果 Vidra 也是我们的客户 当然呢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企业 都是我们的客户 以及前任的客户之一 所以大家如果有业务机会 如果大家做在一起的 考虑考虑一下我们 个人业务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在海外呢 我们其实 紫网的话 只有两个 一个是在香港 一个是在巴基斯坦 其他国家呢 我们是有一个虚拟营商 如果你有家属啊 孩子啊 或者说是亲朋啊 在英国 在意大利 在日本 泰国生活啊 建议用我们的虚拟营商的卡 非常不错 广告时间啊 我们还有一个APP 做得非常好 叫无忧性 叫职工脆股 它里头有吃喝一碗肉 包括呢 你出去玩的时候 流量 所以这是我们做的 一个比较成功的 一个APP 好 这个 介绍完公司之后呢 我就开始 步入主题了 当然 不是说是因为 有请我来 我跟游泳站台 其实我想 借这个机会 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 系统建设 一些经验和教训 那今天 今天上午呢 领导林先生他讲的 就说 中国人呢 好多人没有经过这个支票本 和信用卡 直接到了这个箭子支付 其实我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呢 我的第一笔工资呢 是用支票来罚的 包括呢 现在在香港呢 很多学生交学费 小朋友交学费呢 也是应该用支票的 我相信现在还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这个 那时候我们批这个工资啊 但是这个 我记得我 我头几年啊 不是17年开始建系统 头几年的话 我们每个月要做工资的时候 这一个逻辑 每个月就不都要签字 香港人一签字 就类似的 包括我们在海外招了很多人 那么 从他入职 那材料就是要扫描 传到 发到这儿来 要签字 再再发回去 包括新土等等 非常浪费时间 所以呢 我们在系统建设上面呢 同一些开始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这几年呢 我们其实主要做了三个事情 我们想一想 第一个是就是团队的建设 我们黑白的人数呢 大约翻了二十倍 这几年 再有一个呢 我们业务的增长率呢 也是每年保持双位数 大约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 一个复活的党率 第二个做的事情呢 就是一个系统建设 我觉得我们也是以以为傲的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非常非常非常 很快地制装了我们团队的一个 快速的发展 和业务的一个发展 第三个事情呢 就是做了一些 做了很多合规的项目 尤其是一个一次 我在一些文台也分享过 先说一下这个系统建设 主要是就是 大家都在讲数字化转型的 这个我也不在讲 这个也是国家 包括也是央企 一个重要的一个转身的目标 我们的系统建设呢 因为在做的 有好多人他不是这个人类系统 所以我就简要地讲一下 就是我们 我们的系统建设大概 分析四个阶段 一个是呢 基础的夯视 就是解决问题出发 我们做的基因系统呢 当然一个组织架构的一个信息 再有一个呢就是 技巧考核 因为马上就要技巧考核了 那时候我们人员呢 所有的人呢就是用直纸版的 还是说这个管理难度太大了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项目 其实是做技巧考核 就是为了期待直纸版的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效率提升 也是一个疫情时代的一个趋势啊 我们是把那个 所有的这个 当时我们也是其中一个目标 在所有的线上走的这个流程呢 我们所有的班都线上去 第三呢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目标 我们在数字化一些数字助理和数字员工 这个我们也在做 第四个是人才定调 是我们未来的一个 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定调一些人才的一个培养和发展 这是我们的一个四个阶段 我们整体的流程呢 从2017年到23年 经过了六年 这六年呢就是跟拥有一起来 共同度过的 深度绑定的 那么2017年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架构 人员信息 绩效 还有休假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休假 这个休假的话 我们其实一直做了好点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一套系统 支撑全球 这么多国家和金区 它其实有时差 还有国家不同假期 你要把所有的信息 融合到进去呢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高快的做到这个系统 其实要花了几年的时间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有很多经验 18年的时候 我们做了招聘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 入 转 较离 从员工招聘 到录职 到所有的offer 新潮 到他转岗 到他离职 所有的手续呢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是现实化了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后面之后已经到疫情 会非常非常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包括培训板块 那么19年的车入转较离 还有一些休假 包括呢 20年我们提供了员工资助 佣金的系统 等等等等 后面就不再讲了 主要是我们 线下的流程 线上化 包括一些自动化流程 包括我们 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属于央企的背景 国家央企呢 其实对关键岗位呢 对人员管理呢 其实是有一定的要求 那要求其实是很多的 检查的时候呢 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细的 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说把他们的要求 都落实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类似的连接探话 关键岗位的标识等等等等 所有所有的信息都在系统里面 这样在每一次的审计和学习中呢 你就不会有什么遗漏啊 这是我们人间系统的一个全景啊 就不再讲了 主要是一个工作的场所啊 我们各个模块 包括我们有一个系统寄成的入口 那么系统寄成的入口呢 也是我们办公软件 我们叫TRI 因为TRI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我们是信任责任官的一个缩写 再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我们全球化那个 建设的一个思路 因为我们给一些央企 他们出海的央企 包括一些出海几十年的央企 做过一些交流和分享 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个系统 做的还是蛮深入的 各个的模块呢 都很 都是深入到各个业务场景当中 所以呢 有一些交流就是 有一些困难挑战嘛 尤其是呢 很多特色系统呢 很多那个业务模块 都是不同的特色系统 很多数据 很多数据呢 推出在线下 包括呢 这个数据其实很困难 而且呢 全球的这种场景呢 多元化 很难满足各方的需求 如果你是单一国家去做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如果是你一套系统呢 想支撑这个全球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存储 现在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数据安全 其实是各个国家呢 都是一个严管的 一个对象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 一些系统的设计啊 怎么去推进 因为全球一起去推进 这些不同的项目 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这是我们建的 所有的核心板块啊 从招聘 培训 信函 薪酬 休假 绩效 人事组织人员 我下面分享几个 我们做的还 还OK的一些 一些案例吧 第一个呢 是我们做了一个 全球招聘的一个 全流程打通 那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主要是 包括 职位的发布 简历投机 筛选 面试评价 录用 及精心的申请呢 我们是全部是在网上去完成的 然后我们是多个模板呢 支撑我们全球的 多渠道的一个招聘 有很多模板 因为考虑到各国家的法规 和信息的一个敏感度 这个呢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我们设计了很多的模板 如果是想做这个 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还有一个呢 我们是线上的禁信 因为我们是同意管理 每个员工的入职 包括禁信 都需要回来审批 所以呢 我们在线上呢 是做了这一个 线上的审批 都市区的一个环节 包括我们 这是我们的一个案例 他们会选一些一个模板 包括我们也会确保 他们支持 我们的信息数据的一个准则 确保呢 就是合规 包括呢 因为法规的不同 我们会精致一些 不同国家的一些版本 第二个呢 就是一些国境化的一个组织人员的管理 主要是信息的一致 组织 部门人员那些港元的基本信息 要根据一些国家呢 去设置 这个经验 一定要可 可静置化 一定要不要特别不化 有些基本的信息 你要收集 但是有一些 其他的信息 你可以装赞 可以选择 也可以不选择 但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设置为默认信息 那你在方面推广或敲证的时候 那就比较困难 包括我们这些信息呢 要传对我们的业务系统 我们有各个业务系统 所以呢 要确保信息的一致性 同时呢 我们要设立一个员工的资助平台 要给员工提供这个电力 包括呢 要保障有权用工的合法合规 一些关键信息 进行毕竟的一个提示 尤其是合同到期了 类似诸如此类的 如果遇到签证的问题呢 可能就比较麻烦 我相信很多中文企业出海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可能是签证的问题 第三个呢 我们做的是全球的人事流程 在现在办理 可能在国内比较容易了 但是在海外的话 因为它是跨了不同的国家地区 所以呢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大约是 当时做了二十多个子流程 二十五个子流程 我们全部提到现场的一个表格 效率性比较多 包括呢 我们设置一些我们自己的架构 还有呢 你要为不同国家 继续不同的流程 设置一些owner 设置一些签证的人 这个也是一个 也性能力管理的过程 处理了我们的全球员工 组织的全线 我们有二十二个场景 对应审批 等 诸如此类的一些工作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的薪酬 我的管理和佣金的平台 我们当时的第一期呢 我们在香港是有海洋 可以就是 等不可以计算 海外的是数据导入 这一个规则 员工数据可查询 因为在此之前呢 员工只是收到一个 纸质的一个 就是工资单 现在他们在网上 都可以查询 我们 我们 第一个是上线了香港的新手 第二个呢 是上线了一个佣金的管理模块 那么佣金的管理的模块呢 其实是我们一个 做得比较成功的 因为我们北市来讲呢 是一个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个企业 在北市上也是一个销售企业 所以呢 我们有海外三个站的人呢 其实是有佣金的 每年 每次呢 在计算这些佣金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我们也非常优先级的 去开发了这个佣金管理系统 只要业务的数据一出来 那么系统的数据 自动会传达到我们的佣金系统 员工 就是这个数据呢 自动会导入到我们这边来 导入后呢 我们就知道佣金的数据 就可以直接发放 员工可以去上去查询 所以呢 比较辩解的提供 就放了我们这人力的工作人员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做的蛮好的一个信函平台 因为在香港呢 可能很多国家有这个经验 跟一个银行账单一样 跟你的这个手机账单一样 你每到一个你稿位调整 信求调整 拔放奖金 类似的 你都需要发纸质的 发纸质的 其实有很多程序 首先你要打印 签字 改章 折截 扫描 然后呢 装信封 如果你发生错误之后 再重新再做一件 这个我们就经历过很多次 在多轮了 所以我们在后面 因为包括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是千万字扫描之后 发给当地的国家的人力的同事 再打印出来 再发给当地的同事 那么也是在疫情之前呢 我们上线了这个信仰的平台 也是非常非常提升到 我们物质化的程度和效率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案例 我们的TRI是我们的工具 我们有一个TRI打卡 TRI打卡就是可以在 因为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推行了一个混合办公制 你可以有一部分时间在家里面 或者说是远程 一部分时间在办公室 现在我们还保留了 已经的这个混合办公的一个信息 所以呢就是我们 会有一个TRI打卡 因为它个人休假 会显得他们一个状态 也有不同的国家 也有不同的国家假期 或者他有个人的这个应工的出差 都会显示在上面 这样的话 你在找 你在考虑他的时候 从事我们也会显示时间 他的失去的时间 如果你在你工作时间 你找他的时候 你会看他的一个状态 他是不是在休假状态 对 因为我记得这也是有很多案例的 我们记得 我们在法国有一个 着弄的纠纷 一个 我们也算是我们 一个中高性的管理人 那个 后来还举着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在 晚上 当经常收到我们的邮件 和我们的信息 以作为一个评论 他是一直在加班 其实就是一个经验教训 我相信很多中子企业 要出海 这个合规 绝对是第一款 刚才我会之前 刚才我旁边的黄泽霖先生 也跟我分享了 这个合规是最重要的 第一步 其实也是 因为我们讲的中子企业 一般讲的大量特段 勇往直前 说到做到 但其实呢 这个合规呢 首先了解到对方的规则 推手规则 最统 法律最统 是第一位的 但是很多中子企业 就是在这方面 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 我们在 我 我经常交流的两个主题 一个是 讲运动员信息统 另外一个是 讲客规 合规的话 我跟很多企业做交流 包括去一些地方的时候 我就跟那些 这个中子企业 和本地企业做交流 就是合规 其实是 中子企业的 这个合规就是 设断流 很多很多很多坑 很多类 所以呢 大家我觉得 如果出海做多企业 第一步呢 还是要了解 一定要对当地的防御 当地的用工啊 或者当地的一些材术 做一个 比较深入的了解 然后呢 还有一点时间 今天我就讲一下 那个数字 数字员工的一个建设 那么系统 那块儿讲完 其实我们 一个是持续的过程 我们现在还在做 在一些流程上 继续优化 或者说是我们发现 一些场景 我们在做一些 更正常化的一些手段 我们有一个 数字员工的团队 我们有上线了 数字员工 现在有65个数字员工 主要是在各个业务团队内 其实我们 包括 我们还有些虚拟人 包括我们在 很多大型的会议 会通过他们来主持 这个 Miscure呢 其实是我们人力资源 自己开发的一个 数字助理 后来呢 就是公司觉得不错 把它升级为整个公司的 一个工作助理 就是我们有一个网络号 主要有三个功能 一个是人找事 是找人 就相当于一个淘宝的 一个现在就是那种 增客服一样 要跟什么问题 大部分的问题 能在上面达到回答 就因为我们这个 人员呢 人数有限 但是服务的国家 比较多 39个国家 同时有很多问题 我们就升级了 这一个数字助理 也是很大的 牺牲了我们的一个效果 我们人力的数据员工呢 我们主要是 通过阿贴任务的方式吧 去处理一些重复 还有危机型的一些 常规的业务流程 我们现在因为常规的业务流程 我们现在因为常规的业务流程呢 其实比较手工呢 主要是假期的审批 因为其他呢 基本上是正宗化 年假审批 也跟我们家 还有这个很多呢 都是正宗化流程 但是呢 因为定价的审批 它需要在定价值 把它去审批 所以呢 有一个人工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些 就是年假期审批 奖项报销 还有我们的一个 交易资助计划 我们会 资助员工 考相应的证书 也因为他要审核相应的这个 证书啊 然后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条件 我们是在这个三个方面 设了我们的数据员工 最后时间呢 因为跟那个 数据有关系 我们就会讲数据合规 讲一些 合规方面的一个之一吧 之一的内容就是数据合规 数据合规其实主要是对于 出海企业来讲 只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数据存储 第二个呢 是数据出入境 其实这两个方面 数据合规立法呢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工程的 一个选择 包括那个 你看中国 它其实在2021年 之前啊 一直在密集地出台各种的法律 包括数据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 等等等等 其他的国家 大家一看 在2020年左右呢 在这些票出来之后呢 很多国家也是更新了很多 相应的隐私法律 和数据保护法律 这个是 我是摘取了一个 中国数据出境的 一个法律规径 他们有 几项的法律要求 是这个 内地的一个 数据出境的一个法律要求 一个是 重要信息和 各自信息的重要数据 有网信办的一个 数据安全的 一个评估的办法 同时呢 我们在人力方面 我们也做了一个 GDPR的一个项目 就是关于 如何去落实 GDPR 对于人力资源 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包括在数据种类 数据收集 数据转移 数据储存 数据加密 包括一些有GDPR的一个任命 我们的培训 和我们的合规 我们在各个方面做了 进了一些作识 这是一个员工细 出境一个合规的路径 是不是探别 是法律必须的 是不是员工同意的 是不是业务必须的 是不是有经过安全的评估 现在以后管理得 越来越严格 那么你数据存在哪儿 能不能出入境 存在哪些信息 是有严格的要求 但是我觉得很多 交流起来 很多企业在这方面的话 还没有做到这一步 所以这也是我们中资企业 出海的时候 也是需要去重视的 包括我罗列了 各个国家的 基区的数据 存储的一些限制 可以存在哪些信息 所以左边呢 是我们的基本文化 我们可以存在 工作相关的一些信息 我们把它收到系统里面 系统里面是可选 或者是必选的 但是呢 有些国家那些 很多数据呢 是不能选的 所以我们也是做了 一个政治化 尤其是它家庭信息 或者是它个人的信息 但是你如果在 你买医疗保险 你可能会收集它的家庭信息 所以要看你这个 不同的场景 和应用场景 因为在这一点 一般的数据是比较全 所以在海外的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 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包括删除的一个要求 求职者的删除的时间 理事员工的删除的时间 其实都有严格的 一个时间要求的 如果这个 所以接着这个 删除的要求 我们也升级了 我们拥有的 跟拥有一些合作 升级了我们的系统 进行数据的清除 比如说在香港 这个要存七年 七年之后呢 那些信息 我们就要把它删除掉 那些非要的信息 就要删除掉 所以我们也可 再做这个数据的清理 我们是按照 不同国家的要求 都没有国家的 人员的信息 就是按照求职者 和理事员工 做的一个 信息的一个清除 这是一个 境外传授数据的 一个转移 有一些国家的 不同的要求 能不能转 可不可以存 可不可以存本地 例如呢 举例来讲 欧盟和日本 它其实没有本地化 存储的一个严格的要求 但是有出境的一个限制 例如在印度 它有个境内存储的 一个要求 对转移的没有要求 在例如俄罗斯呢 它是在要求它境内存储 对于一些其他的国家 有境内存储处 处理的一些要求 不同国家要求是不一样的 这些要求相关的 法律工作者 还有一些人类罪工作者 业务工作者 对数据的存储 出入境内 要有一定的了解 尤其是呢 有2C的业务的 在海外有2C业务的 那是重容之重的 这个是我们 刚才说的 数据合规的一个实践 就是我们对一些 这些信息进行 庆布年限的要求 我们的系统已经进行在处理 这是我们系统的一个模板 按规则保住最基本的信息 因为中则出海 我们前几年在疫情的时候 包括现在这个政治环境 我们讲究抱团取暖 它说的有点悲壮 但是我觉得一个一起 阳欢远黄吧 刚才又有说了 携手共进 阳欢远行 也祝大家这个体验办得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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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